很久以前 有一个寡妇和她的儿子杰克 他们很穷 他们住在一个又小又破的房子里 妈妈 我饿了 我们今晚能吃点东西吗 杰克问 杰克 我们没有食物了 她的妈妈说 明天我们把奶牛卖了吧 它已经太老了 没有奶水了 你把它带到市场上 把它卖了后 买些面包和肉回来 好的 妈妈 杰克说 第二天 在去往市场的路上 杰克喂到了一个矮个子老人 把你的奶牛卖给我吧 他说 我把这颗豆给你 不行 这颗豆怎么能让我和妈妈吃饱呢 杰克说 哦 这是一颗有魔力的豆 它会向天空长出一根高高的糖 天上有一个充满魔力的王国 而且到处都是美好的东西 老人说 哇 杰克心想 上面可能有食物和钱 于是他把奶牛卖给了老人 换取了一颗豆子 杰克 杰克兴奋地跑回了家 杰克 面包和肉在哪儿 他的妈妈问 看 妈妈 杰克说 我把奶牛卖了 换了这颗魔法豆 什么 你这个笨蛋 这颗豆子能做什么 啊 我们今晚又要挨饿了 他把豆子扔到了后院里 第二天早上 杰克向外面看去 妈妈 看 院里有一根巨大的豆精 啊 去拿斧头把它砍断 妈妈说 但是 杰克相信那个老人的话 他顺着豆精爬到了最顶部 当他到达顶部的时候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云层里有一个巨大的城堡 杰克敲了敲门 一个庸人开了门 天哪 是一个小男孩 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想看看云层上面有什么 杰克说 嘘 安静点 庸人警告说 我的主人是一个巨人 他专门吃小孩 他现在就在楼上 你必须藏起来 你说一个巨人住在这里 天哪 杰克说 是的 快 快躲进炉子里 我的主人马上就要下楼了 就在庸人把杰克推进炉子里的时候 巨人来了 嗯 我闻到了一个小男孩的味道 巨人说 这里没有其他人 是你想象出来的 是你想象出来的吧 庸人说 好嘛 巨人说 把我的鹅拿来 他吩咐道 你想要会唱歌的竖琴吗 庸人问 是的 我数金蛋的时候 让树琴来点音乐 巨人坐到了桌子前面 庸人拿来了鹅和树琴 现在我的鹅 快给我下金蛋吧 哈哈哈哈 巨人大笑道 杰克通过炉子上的洞向外看去 当他看到那只鹅下了金蛋的时候 惊呆了 嗯 我还是能闻到一个小孩子的味道 巨人嘟囔着 嗯 嗯 嗯 巨人开始到处寻找 就在巨人要打开炉子看的时候 庸人把鹅赶走了 哦 主人 鹅飞走了 巨人回头看去 哦 什么 快回来 他大喊道 快 小男孩 快离开这里 庸人告诉他 突然 唱着歌的竖琴喊道 站住 你是谁 你在这里干什么 噓 杰克说 但是竖琴不听 主人 主人 我发现了一个男孩 竖琴喊道 哈 巨人咆哮道 晚饭 把你吃了 一定很美味 杰克很快逃到罐子之间 巨人跑来抓杰克 但是杰克太小了 他找不到他 哦 哦 你在哪儿小男孩 出来 巨人在寻找杰克的时候 杰克溜了出来 快速逃离了城堡 主人 看 他逃跑了 树琴喊道 巨人追了过去 但是正当他跑出城门的时候 幽人关上了门 门夹到了巨人的脚 巨人被绊倒了 当杰克跑到斗金的时候 他看到了那只鹅 是那只鹅 他说 杰克抓住他 迅速地顺着斗金爬了下去 巨人跑到斗金旁 也开始顺着他爬下去 但是他的速度没有杰克那么快 于是杰克先到达了地面 妈妈 妈妈 快 斧头在哪儿 他大喊 杰克 你去哪儿了 你把斧头留在这里了 妈妈说 杰克拿起斧头 开始向斗金砍去 于是斗金开始前后摇晃 哦 我不 斗金要倒了 巨人喊道 巨人努力地抓住斗金 但是很快 他就松手掉了下来 摔死了 杰克 发生什么事了 妈妈问 妈妈 我爬到了斗金的最顶端 我找到了这只鹅 这只鹅会下金蛋 真的 太难以置信了 你看 快下鲜蛋 他对鹅说 他的妈妈看到大大的金蛋后 非常开心 哦 我的天哪 从此之后 杰克和他的妈妈变得很富有 他们再也没挨过饿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